这个范围的划定啊是不是做整个比如一个城市为单位啊 做全员的这个核酸检测呢 它是有前提的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感染的风险 我们掌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风险掌控的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有把握 那么我们可以呢 更加精准的来划定这个核酸检测的区域的范围 我们呢还要来进行动态的分析和研判 并不是说我们每一次的核酸的检测 都要做整个城市的全员的核酸检测 那么如果说疫情发现的较晚 这个传播呢已经传播了相当的一段时间 并且呢从点多面广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呢来扩大我们核酸检测的范围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您刚才提到的就是风险 会被遗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随着我们核酸检测的这个推进 我们更多的风险能够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我们就要根据每一轮核酸检测的情况 感染者的来源来不断的调整 缩小我们的核酸检测的区域范围 我们的这个包围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